2023年盛夏世界 素有死亡之海之称的 塔克拉玛干沙漠中 200多名科研人员和工人 摒弃宁神 等待开钻指令 由我国科研人员自主设计施工的 深地塔克一警 蓄势待发 11时46分 随着一枚坚硬的钻头穿破地表 我国挺进万米的深地工程 正式拉开序幕 上个世纪70年代起 苏联用23年时间 达出世界第一口超万米科学探镜 其深度为12262米 而今中国的科研人员 要用457天实现垂直深度为 11100米钻碳 这是目前全球第二口 路上超万米深井 这也创造了全球超万米深井钻碳 用时最快的记录 前研人员 作画施工 Break